下周末再回来 爸 周末我们俩估计没有时间 可能回不来 得有时间就回来 近期也没什么时间 回家也要说真话吗 当然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不能毁约 那万一我爸问你 善良啊 我平时严肃吗 你怎么回来 那我就跟你爸说 爸 您不是严肃 只是脸太愁 你放心吧 爸不会问这种问题的 但是真话归真话 礼貌不能丢 没问题 看来这些年 你没有白眼球 的确是这样 是啊 柔柔这两年多不容易啊 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事业 很多事情啊 都得他自己打理呢 其实也不是也没那么辛苦 自由度比较大 你这孩子就是还逞强啊 真不是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在忙 善良 跟韩清他们都有在帮我 我知道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一个女孩子 独立在外面创业 肯定很艰难 咱们家也是做这个生意的 不如回到万利来工作吧 爸爸给你留个重要的职位 可以让你好好地发挥 你的设计才能 不了爸 我不想回来 你跟欣欣 现在相处得也还不错 同习协力不是更好吗 我们两个相处得 一般般 对 一般般 这还一般般呢 多默契啊 是不是 善良 你觉得呢 我尊重温柔的一切想法 但是我觉得 彭琳莫达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嗯 这些都是小倒小闹 那这 你看做了这么多菜 怎么都没人动啊 善良 你多吃点啊 好 妈 没关系 不用着急 回去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万里这个职位 爸爸会一直给你保留的 吃吧 柔柔 你多吃点菜 先不要说话了 来 下周末再回来 回来一家人吃饭 爸 周末我们俩估计没有时间 可能回不来 那有时间就回来 近期也没什么时间 这时间不早了 你们赶紧回去吧 妈 这才下午三点呢 三点也不早了呀 赶紧走吧 太爽了 太爽了 你今天回家吃饭呀 都是明千万见一招接一招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话直说 让他们无话可说 所以说嘛 坦诚真的很重要 嗯 但我爸眼里 那不一定也是坦诚 就你那个又坦诚 又有礼貌的样子 在我爸眼里看来 只能觉得是阴阳怪奇 但这样至少不会浪费时间 来回打太极啊 对大家都好 嗯 哎 对了 老婆 你是真的不想回万里吗 不想 一点都不想 就算Poly Moda没有起色 我也不想在我爸眼皮子底下干涉 如果创作没有了自由 那赚钱就没有了乐趣 拜拜 你好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